弟兄姊妹平安 阿们 我讲话声音大家可以听见吗 听见 听着见啊 好的好我们还是去祷告来开说 王牧师你把声音打开 现在呢 很好现在 现在可以了吗 好的好我们一起祷告啊 亲爱的主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主的圣灵 在我们里边来光照我们的心 叫我们能够进入你的话语 进入你真理的深处 以至于你的真理可以养育我们的灵性 养育我们的生命 可以我们与主美好的生命关系 叫我们在认识主的路上 越走越稳妥 越走越深入 能够与主建立起真实的美好的生命关系 以至于可以豁出 主心意中要让我们豁出的生命样式 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世代 为真理 为福音 为主自己来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谢谢主 保守我们这一段时光 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 让我们的心对主 对主的话语敞开 主啊 用信心抓住你的道 以至于我们在主的道里边 主啊 能够站立的稳 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祈祷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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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今天的打开啊 今天呢 我们 讲到罗马书经读的第十九课 要讲罗马书第七章的十四到二十五节 那这一段经文呢 就像我上一次讲的 这个罗马书呢 分七分三个大的部分啊 一到六节一部分 十三到六的七到十三是一部分 那十四到二十五节呢 是这一章的第三个大的段落 那这一段落经文呢 要告诉我们的就是 在我们基督徒 这个因信得生的生命中 我们是因信得生 也就是这个因信得生 主要是在指我们信了之后 走上这个成圣的道路 这样的一个过程里边 因信得生 这个生命中呢 常常会有两个律 在争夺我们 一会我们要细细讲 这两个律啊 我们是在两个律的相争中 遇到有挣扎有难处啊 就像七章的二十一二十三节 所说的 所说的啊 他说保罗说我觉得有两个律 但是这个我呢 也不要完全的把限定在保罗 这个人身上啊 他可能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我 一个群体 一个在这个两律征战中 然后呢挣扎 呃就是感觉到一些艰难的 这样的一个我啊 他是一个群体的代表 我觉得有两个律 我觉得有个律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由恶与我同在 你注意这些话里边很有张力的啊 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由恶与我同在 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 注意里边的人啊 原文是按照我里边的人 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另有个律 在我肢体中 另有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掳去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那在这样的争夺战中啊 你看见一个争夺战很真实啊 这也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实际上 常常会面对的一个状况啊 会经历到的状况 那在这样一个争夺战中呢 这个我呢 觉得常常是顺从了 肢体中犯罪的力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所以呢 他说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 取死的身体呢 那这也是我们 每一个基督徒 常常会面对的光景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看 我们如何在这样的光景中 能够还是 能够如何的摆脱这个光景 然后进入得胜啊 我们把今天的经文读一下啊 十四节的二十五节 我们原晓得律法 是属乎灵的 但我是属乎肉体的 是已经卖给罪了 因为我所做的 我自己不明白 我所愿意的 我并不做 我所恨恶的 我倒去做 若我所做的是 我所不愿意的 我就应成 律法是善的 即使这样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 我里头的罪做的 我也知道 在我里头 就是在我肉体之中 没有良善 因为励志 为善 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 由不得我 故此 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倒去做 若我去做 所不愿意做的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 我里头的罪做的 我觉得有个律 就是我愿意 为善的时候 便由恶与我同在 因为按着 我里面的意思 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 肢体中 另有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 交战 把我掳去 叫我 服从 那肢体中 犯罪的律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 脱离这 取死的身体呢 感谢主 靠着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 就能脱离了 这样看来 我以内心 顺服神的律 我肉体 却顺服 罪的律了 那这一段经文呢 就是里边 有很多 充满张力的 一些描述 我们把这一段经文 分成三个部分 来讲 一个部分呢 就是 告诉我们 律法是属灵的 它的本质上 是属灵的 这个我们犯罪 我们最后落入死亡 问题不在律法 因为律法的本质 是良善的 是属灵的 但我是属肉体的 这里边有一个 很强烈的对比啊 那第二点呢 我们要看的是 就是圣经告诉我们 肢体中 另有一个律 或者说 有另外一个律 除了心里的律 我这个里边 所喜欢的那个律 神的律之外 还在我的肢体中 另有一个律 那正是这个律 和神的律之间 产生了一种 这种冲突啊 我就在这样的 一个冲突中 有时候会 服从犯罪的律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然后第三点呢 我们要看 如何的来脱离 这个犯罪的律 对我进行的这种 这种奴役也也好 冲击也好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 靠着基督来脱离 好了我们先看第一点 律法属灵 我属肉体啊 这又是一个事实啊 我们远晓得律法 是属乎灵的 但我是属乎肉体的 是已经卖给罪了 我们远晓得 如果把它指引过来 就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已经知道 那这一点呢 就让我们看到啊 有些这个 这个解释第七章的 这些解经家呀 有的说他是 没有冲生得救的人 或者是 但是从这些地方的 我们都看得出来啊 他已经知道 已经有了一些属灵的 这种洞见和认识啊 他可能不是那种 完全没有救恩印记的人 他可能就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呢 在挣扎中的基督徒啊 所以这个这些 这些上下文呢 告诉我们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这个律法是属乎灵的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 律法的来源是什么 前面也说到律法 是圣洁 是公义 是良善的 所以呢 他是属灵的 他是属灵的 但我是属乎肉体的 属乎肉体 注意这地方啊 那这个地方描述的是 一个客观事实 他用的那个字就是 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是啊 我是属乎灵的 这个是呢 在原文中 它是一个现在是 它是描述着一个客观事实 而且描述一个持续的状态 就是我是属乎肉体的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但是呢 这个地方还暗示 我是一直在一种属乎肉体的 这个状态里面啊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他会常常的和属灵的这个字 相对来使用 你注意在这个 格林多前书三章一节 那个地方保罗说 他不能够把格林多教会的信徒 当作是属灵的 不能把他们当作属灵的 而是把他们当作属肉体的 属肉体 把这两个字对应起来了 对着使用 属灵的和属肉体的啊 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就是生命没有成长的 他是很幼嫩的 很幼弱的 所以呢 这个十四节这里的 但我是属乎肉体的 注意啊 他不是说 我是一个不信的人 你注意这点啊 他虽然是属乎肉体的 但并没有说 他是一个 还没有得救的人 他只是属灵生命啊 那个新生命在他里边 十分的幼弱 像一个婴孩一样 在基督里为婴孩 注意这个说法啊 格林多前书三章一节 在基督里 毕竟是在基督里 虽然他是一个婴孩 这个在基督里 已经限定了 他的生命的那个 那个状况 或者范围了 他是在基督里 有基督的新生命 但是呢 他还是很幼弱 像一个婴孩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 当我是属乎肉体的 并非是说 我还是一个不幸的人 我还是一个 没有得救的人 他不是这个意思啊 只是说 肉体的力量 在他里边 还很强大 就是他是一个 活在软弱的肉体中 收到肉体的各种限制 靠自己没有力量 去追求属灵的事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你要就是知道 在这个地方 不要把这个 我是属肉体的 看作是这是一个 还没有得救的人 这是一个 还没有没有这个 基督生命在他里边的人 这个地方讲的不是这个啊 就是说 他肉体力量还很强大 他的新生命 非常的幼弱 在基督里为婴孩 这是保罗 讲的格林多人的 那个一个状况啊 那这种软弱呢 限制和没有力量的 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是我已经卖给罪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说法啊 那这句话呢 最好易做是 我已经被卖在罪的权势之下了 那这个字呢 这个就是说 他虽然有了新生命呢 但是呢 他常常活在罪的 这个影响之下呀 影响之下 有时候呢 不自觉的又做了罪的奴仆 凡是我们今天已经 悔改归主的人啊 你在落入犯罪中 实际上你就是又回到了 这个罪的权势之下 做了他的奴仆 这个状况 我想大家都可以体会啊 那这个地方说 说的这个 我是属乎罪的 我已经卖在罪的权势之下 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卖呢 它是一个完成式动词 你也可以理解说 我曾经卖在罪的权势之下 因为这个动作是已经完成 但是呢 这个曾经卖在罪的权势之下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啊 这个完成式 它有一个意义啊 它有一个意思就是 虽然这个动作 好像已经过去 已经完成了 但是呢 对我今天的情况呢 还会产生影响 甚至持续的产生影响 以前我是罪的奴仆 这样的一个状况 虽然因着我已经 这个被耶稣基督买熟 有了新的主人 但是呢 那个旧的 那个曾经在罪的权势下的 那个状况 对我今天的生命 还会产生影响 以至于 我们有很多基督徒 今天还会落在罪中 就是因为那个权势 它会对你产生影响 会把你这个 拉到它的权势之下 那这个地方呢 又要注意啊 虽然已经卖给罪了 但并非意味着 我还没有被赎出来 我们这些赎主的人呢 都是已经被耶稣 用包血赎出来的人啊 所以呢 这个 我已经被卖在罪的权势之下 这句话 不应该解释做 我尚未得救 和前面那个 那个赎肉体的 那个是一样的 不是还没有得救 而是应该解释为 罪的权势 对我仍然产生影响 要做这样的解释 因为这个完成式的 这个被动态啊 它是表明 就是说 我以前曾经是这种状况 那这种状况 对我今天的这个生命 还是在持续的产生影响 任何时候 我都不能忽略 这样的影响 我必须 始终靠着主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流的血 靠着与他同定十字架 靠着圣灵的提醒 摆脱他对我的影响 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啊 正因为我仍然活在罪的 活在肉体的软弱中 受这个肉体的限制 和罪的影响 所以呢 才有了这个15节的23节 基督徒生命中的 那个冲突和挣扎 正是因为这种情况 所以那个挣扎才真实 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实际上你都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情况啊 放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去了解啊 虽然这个我们已经 这个被耶稣买书出来 但是呢 那个罪的权势 对我始终产生的影响 以至于我在圣洁和污秽 属灵和属肉体之间呢 常常是有冲突 有挣扎的 有时候我们会 这个 这个不由自主的 被罪的权势所吸引 去 去做这个得罪神的事情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所以呢 有了这个基础呢 第15到23节的经文 我们才是比较容易了解了 15节说到 因为我所做的 我自己 不明白 我所愿意的 我并不做 我所恨恶的 我倒去做 你看这个冲突就来了啊 因为 这个字的目的是 要把14节 但我是属乎肉体 是已经卖给罪了 和这个15到23节 所描述的 这个冲突和挣扎 把它联系起来 这个因为就是 要把它联起来啊 联起来啊 因为我所做的 我自己不明白 在对这个 明白这个字的解释上 我要讲 交代一下啊 那个解经家呢 有分歧 分歧比较大 那这个字的意思呢 就是有知道的意思 有理解的意思 觉察到 认识到 注意到 承认 认可 选择 当然也有 关系层面的含义啊 所以这个知道这个字 这个字的意思很丰富啊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节经文中 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主要指的是 我不理解我所做的 他不是完全不知道 你做一件坏事啊 你是知道你在做坏事 但是你不理解自己 为什么做了这件事情 我已经有基督的生命 在我里面 我已经是一个 重生得救的人 我为什么又犯了罪呢 不理解这个原因 但是呢 这个地方啊 也还要注意啊 与其说 我真的不理解 我所做的 不如说 这是一个 属乎肉体 对啊 一个属乎肉体 被罪的权势 所影响的人的 一个无奈的叹息 就后边那个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 起死的身体 味道差不多 就是说我不知道 我不理解 哎呀 我怎么又做了 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犯了罪之后啊 有些人 他就会有这样的感叹呢 我为什么又做了 这种事情呢 我真是不明白 我真是不理解 我为什么又落入 这样的状况 它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味道啊 你把这个味道 读出来就好了 哎 在不能生过 罪的挟制的中间 他有一种无奈的 无力的 这个感觉和挣扎 哎 就是说 怎么我就胜不过 罪的挟制呢 我怎么就没有办法 胜过罪给我带来的 这样的一种影响呢 我为什么又落入 这种犯罪之怒 我真是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我真是不明白 他这是一种 无奈 无力感的一种挣扎 啊 一种感叹 哎 所以呢 那这句话呢 实际上也为 15节到24节的 这些经文里边的 那种挣扎 挣扎 挣扎 定了一个基调 这个基调就是一种冲突 一种无力感 一种无奈 一种要向内心深处 向神发出呼求 最后说 我真是苦啊 怎么办呢 我怎么脱离这个罪 对我的影响呢 我怎么脱离这个 取死的身体呢 后边就告诉我们 一个结论 哎 那下边呢 这个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我呀 还是这个 这个代表着一个群体的 这个我啊 来解释原因了 因为我所愿意的 我并不做 我所恨恶的 我倒去做 这是他在解释这个原因 我所恨恶的 我所愿意的 我不做 我没有这个能力去行善 我所恨恶的 我倒去做 就说明他里边 还是有这个善恶标准在那里的 可是呢 他没有办法摆脱 那个罪的权势 给他带来的影响 以至于他所愿意的 他做不了 他所恨恶的 反而去做了 就是这样的一种 一种冲突 一种挣扎 每一个基督徒 实际上都是可以 体会到这一点 我举个例子 我们这个 知道这个 读经祷告 尾身侍奉 能够真正的去爱诸 过圣洁生活 我们都知道 这些东西 都是我所愿意的 但是呢 我们就是拿不住时间 来读神的话语 拿不住时间来祷告 宁愿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在这个 抖音上啊 或者什么地方 在这个 internet上面呢 花很多的时间 看一些 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的东西 但是呢 就是不愿意 拿起神的话语来读 就是不愿意 跪下来 在神面前 向神有一个 清新突一的祷告 没有 宁愿是和其他的人 闲聊 在电话上 有时候一聊半个小时 但是呢 就是没有时间 去祷告 有时候 我们可以把 很多的时间 用在其他的 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的事情上 就是不愿意 伪身侍奉 就是不愿意 传福音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所 都是我所愿意的 但是呢 我并不做 但我所恨恶的 我知道这个不爱惜光阴 是一种罪 因为圣经说 你们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我明知道现今世代邪恶 但是我还是花很多的时间 要去进入到 要与这个现今 邪恶的世代同流合污 注意啊 这就是这个 这个挣扎的这种状况啊 所以十六节说 又进一步告诉我们这个 这个原因啊 若我所做的 我所做的这些东西 是我所不愿意的 我就应成律法是善的 那这句话 执意过来什么意思呢 然而如果 我所不愿意做的 我却做了 我所不愿意做的 我却做了 我就同意律法是好的 这是执意过来啊 若我所做的是 我所不愿意的 由于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由于我活在肉体的 这种限制和罪的挟制之中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 我是属肉体的啊 就是还会 有时候会落在 肉体的挟制和罪的挟制之中啊 虽然我知道 有些事是合乎律法 良善的本质 我明知道读经 祷告 尾身事奉 多取传福音 能够多多的关怀家人 能够去爱弟兄 彼此相爱 我知道这些东西 是合乎律法 良善的本质 因为这都是神的命令 神命令我们要爱神 尽心尽力尽意的爱神 我们的主 要去爱人如己 要去彼此相爱 要去这个 关心他人 不要活在一种自私的状况中 我知道律法对我的要求 他有一种良善 但我却不做 刚才我已经讲 为什么不做呢 因为没这个能力做 倒是那些违背律法 良善本质的事 我反而去做了 律法让我要圣洁 反而我做了一些无惠的事 律法要让我能够不贪婪 我反而做了一些贪心的事 我反而去做了 那下边说 我就硬称律法是良善的 这个硬称的就是说 就是赞成的意思 或者同意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赞成律法 并且愿意为他做见证说 律法是良善的 律法是良善的 就是说我做的东西 反而显出了律法的良善 因为我做的都是违背 律法本质 良善本质的东西 反而使我不得不承认 这个律法是良善的 那这里的我呢 所以啊 根据前面所描述的这个状况啊 特别是那些一些经验性的内容 这些东西很多都是经历过之后 你才有经验 有了经验 你才知道如何去描述它啊 所以呢 它根据那些经验性的内容呢 就是自己经历过的东西 这个东西我知道它不好 但是我反而做了 那个东西我知道它好 反而做不了 这都是它的经验啊 经验性的东西 然后他不得不承认律法是良善的 神设立律法的用意是好的 神设立律法的用意是好的 因为律法本身能够见证它所做的东西 是不合身这个律法的那个本质的东西 以至于它不能不赞同 不能不同意说律法 神的律法确实是良善的 神设立律法的用意是好的 本来是要让我做好事不做坏事 结果呢 我反而因着里边被罪的挟制 被肉体的挟制 以至于做了违背律法的事 这是这个意思啊 那这个这个结论句呢 这是一个结论啊 是对第十二节律法是圣洁的诫命 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这句话的一个回应 就是我同意律法是良善的 神设立律法的用意是好的 而且律法呢 能够让我看见我自己的这个状况的 这种糟糕 这种不合身心意 不合律法良善本质的这种内容 那即是这样 第十七节说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那这一节开头啊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副词短语啊 这个呢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 在前边出现的时候 就是和这个现今和这个过去相比较的时候 用这个字 这个努力代这个字啊 那这个地方呢 就来用作一个做这个逻辑推论的一个 一个短语啊 就是从前边的这个事实 推出后边的结论 那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前面所讲述的情况是真实的 那么那些我不愿意的 和我所恨恶的事情 前面那些我我做了 但是我所不愿意的 而且是我所恨恶的事情 就是这个赞成律法的本质是良善的 我就不是注意啊 这个我是一个什么我呢 这个我就是我赞成 我同意律法是良善的 这个我是这样的一个我 那我既然同意律法的本质是良善的 又做了前面那些我不该做的事情 那证明什么呢 证明就是这不是我做的 这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这个不是在狡辩啊 这不是在狡辩 这就在描述一个真实的属灵状况 所以呢 保罗在这里描述的状况 实际上是一个很深刻的 那个属灵状况啊 就是说我同意律法是良善的 既然我同意律法是良善的 那为什么又做了前面那些 我不愿意做反而做了的事情呢 我所恨恶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做呢 既然我赞成律法是良善的 所以呢 我的这个结论就是 那就不是我做的 那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这是保罗的意思啊 那在这个地方呢 你注意保罗全然没有为我 这个我在引号的我开脱的意思啊 住在我里面的罪呢 实际上就是我的罪 那重生之前呢 注意啊 这里边我们看一看 重生之前 我是罪的奴仆 完全在他的奴役之下 重生之后呢 他成了什么呢 这个罪这个东西 在我重生之后 他他这个角色发生变化了 他以前是我的主人呢 我在他的奴役之下 现在我换了新的主人了 但是呢 他成了我新生命的仇敌 他看见我有了新生命 他是他是不甘心的 他虽然不再是我的主人了 但是他不会甘心 他成了我新生命的仇敌 他成了要毁坏 要摧毁我新生命的一个仇敌 他常常试图啊 摇动我生命的根基 来引诱我去做 与律法良善本质相悖的事情 然后呢 好夺去我在基督里边的 那个生命的自由 是我在带上奴仆的恶 就是说在落入奴仆的这种枷锁里边去 那事实上呢 我确实常常落入这个罪的权势的影响之下 这个我啊 你也可以把它这个看作是你自己 最好呢 我常常读经的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把这个我呀 就用我自己的名字把它套进去 你也可以把你的名字套进去 你看你是不是这样一个状况 是不是一个状况 重生之前呢 我也就是你把自己的名字套进去 我王志军是在罪的奴役之下 我是罪的奴仆 但是重生之后 我换了一个新的主人 换了一个新的主人 我是在基督这个新主人的 这个主权之下 可是呢 这个罪这个东西呀 他并没有退出他的这个舞台呀 他还是要做我新生命的仇敌 要常常的用这种东西 那种东西 违背律法本质 善良本质的那些东西 来去引诱我 来去动摇我生命的根基 然后呢 有时候我就 因为这个新生命并不成熟 并不是那么强大 以至于呢 又被这个罪的东西全是所影响 落入犯罪之中 你可以看看 这是不是你自己的状况 如果是的话 你就把你的名字 套进这个我的这个里边 然后呢 去省察自己的生命状况 但是你要注意 保罗在这里揭示出基督徒 所有的一个很真实 和很深刻 也是叫人感到战惊的灵命状况 是什么状况呢 虽然我们已经被圣灵 重生在基督里 不非你是一个还没有重生的人 你是一个假基督徒 有其名无其实的人 那是另外一码事啊 我们这些已经被圣灵 重生在基督里的 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在我里边 但罪性呢 注意啊 仍然在我里边有一席之地啊 一席之地 你注意圣经在这说 做在我里面的罪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我里边 他还有一席之地 也就是说 我是一间房子 这个房子呢 现在已经换了主人了 基督已经住在里边了 但是呢 这个最这个旧房客呀 还是赖着不走 像今天好多 你如果有这个出租屋的这个经验啊 你这个 现在已经和新住户签订了合同了 可是呢 那个旧住户就是赶不走 无论如何也赶不走 最后只好去这个法院去告啊 去起诉啊 用这个让警察呀 法警啊 来监督执行 最后闹到那一步 那这个罪这个东西也是这样啊 房子的主人已经换了 但是呢 这个罪这个旧房客 还是赖着不走 就是这就是保罗所说的 住在我里面的罪 他还在我里面住着 不是说他还是主人 他不是主人 但是他是一个旧房客 旧房主 他赖着不走 所以他对我一直产生的影响 你注意这个地方啊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啊 基督徒啊 如果没有罪 在我里面住着的罪 一直在影响着我啊 那我就完全不需要走成圣的道路了 那我成圣之路就是一帆风顺的了 就没有任何的拦阻 那事实上我们走成圣之路不是这样啊 我们成圣之路上还有很多的艰难 那最大的艰难 不是这个环境给我带来的艰难 外部的政治环境啊 逼迫环境给我带来的艰难 最大的这个艰难是 住在我里面那个最赖着不走的 那个旧主人 那个旧房客给我带来的影响 那这个东西呢 是我走成圣之路上 最需要去克服去战胜的东西 我们所以保罗说呀 他说到这个 他表达了一个观念 那个观念实际上说 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呢 实际上是蒙恩的罪人 为什么呢 保罗说到 他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 对不起 这是提摩太前书所讲的内容啊 在罪人中我是罪魁 你注意他说那句话的时候啊 他用了一个词就是 我是罪魁的那个词啊 他用的是一个现在词 这个现在词动词表示什么呢 就是一个客观的真理 我确确实实是一个罪魁 而且呢 这个词同时又表现出一种 现在词 而且呢 持续词这样一个状况啊 那这个字用的是很大胆的啊 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还是罪人中的罪魁 你不能说是保罗是很谦虚啊 他描述的是一个真实状况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罪人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那个罪还在我里边住着 还赖在我里边不足 会影响我 会跟我这个追求良善的那个意愿呢 会起冲突 这就是为什么我里边会有挣扎啊 所以保罗的意思 他现在是且持续的是罪人的罪魁啊 所以呢 在这个启示之光的照耀下 我们看见保罗对基督徒生命状况的 那个洞察的那个深刻 那个冷静 他不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 我真是苦啊 看上去好像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 其实不是 他是对基督徒那个生命状况的 一种很深刻很冷静的洞察 所以呢 他几乎是描述了所有基督徒的生命状况啊 重生得救 然后呢 还有罪在里边住着 以至于会落入罪的权势下和影响之下 又犯罪得罪主 我们现在好多基督徒啊 甚至一些还活在罪中的基督徒 就像我前几课讲的 有人在问 为什么我老是胜不过罪 我明知道这些东西是神不喜悦的 但是我为什么老胜不过它 为什么老落入罪的瑕疵中 就是这个状况 因为罪还在里边 还住在我们里边 赖在里边 这个时候呢 你必须求主 求主的圣灵 借着主的道 借着你自己那个主动的 要追求成圣 追求圣洁的那个愿望啊 你要有一种主动性 你不能说 所有的东西都是被动的 我被圣灵引导 我被圣灵重生 你有你自己的责任 你注意保罗说 在这个菲律比书第二章 十二节他说到 这个要做成你们得救的 功夫哎 那句话原文是要做成你们的救恩 那这句话也是很大胆的一句话 那个恩救恩这完全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给我们的礼物 我怎么能做成的 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在得救的这件事情上 你要尽到你自己当尽的责任 在成圣的道路上 尽到你当尽的责任 你一定要愿意追求圣洁 追求生命成长 你要追求这个神的话语 在你的生命里边充满 圣灵在你里边掌权 你要追求这些东西 越追求那个罪啊 在里边说能够停留的时间越短 那个赖在你里边的那个旧房客啊 就会被强制性的给清理出去 你要注意这一点啊 所以你能够从这里边看到保罗 对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状况啊 他有一个很深刻的洞察 十八节说到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 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因为励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也知道 这个执意过来就是因为我知道 这个因为呢和前面的经文都连着的啊 不要切断了和前面经文的联系 由于因为所开始的这节经文呢 目的呢就是要进一步来解释 来支持第十七节的内容 十七节我们已经看到了啊 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最做的 那这一节呢就是要 进一步的来解释和支持那一节的内容 这个我知道啊 还是这个我啊 这个群体的代表 我知道表明什么呢 就是说我对这种状况 实际上十分清楚 什么状况呢 就是在我里头 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执意过来就是 没有什么好的东西住在我里边 就是在我肉体里边 对于这个地方啊 这个肉体这个东西啊 它和后边有一个里边的人的 做了一个区分啊 我里边有一个是叫做肉体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给罪提供了一个住处 罪住在哪里呢 罪实际上是在我的肉体里边住着啊 就好像这个房子 一个大房子里边啊 有一个还有一个 有一个房间啊 这个罪呢 这个就住在这里边 当然这个肉体 但是在这里不是 不是说它是我的全部的人啊 你注意这个地方啊 为了避免人误以为在我里边 就是在我的整个人里边 注意在我里边 不是在我整个人里边 我的整个人是属耶稣基督的 但我里边的有些地方 就是那个肉体的那些东西啊 它是最停留的住在里边的一些所在啊 所以这个在我里边 不是在我的整个人里边 因为我整个人啊 已经从罪的权下转移到基督的权下 我的整个人已经换了主人了 这一点我要把它讲清楚啊 我的整个人已经换了主人了 但我里边呢 还有一个叫做肉体的地方 是一个旧的东西 是一个旧生命的东西 是一个罪在里边居住的一个环境啊 但是我整个人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的乘生道路 会有这样的冲突 我整个人已经在基督的主权之下 但我里边的肉体中还住着还住着罪 会对我施加影响 以至于呢 这个东西会跟我这个整个的生命 这个新生命啊 产生冲突 所以这个情况啊 保罗在这里马上加了一个 就是为了避免人以为 在我里边 就是在我整个人里边 误以为 我这个人还在罪的权 整个人还在罪的权势之下 实际上呢 我整个人已经从罪的权势之下 转移到基督的权下了 那保罗呢 加上一个限制性的说明 就是在我肉体里面 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里面 那这个肉体呢 就是一个旧生命的东西了 所有坏的东西都在这里边住着 那这个限制性的说明非常重要啊 如此呢 我们就可以正确的认识到 基督徒虽然已经是有基督生命的人 我们这些基督徒是已经有基督生命的人 但在我里边呢 仍然有肉体的一席之地 所以呢 这里的肉体啊 就是这个英文的有一个译法 就是我们的罪性 他把这个罪性和肉体化等号了 实际上呢 这个肉体实际上是那个罪性的住处 是他的住处 他住在那个地方 是罪性呢 能够产生影响和继续发挥作用的地方 那就是我们的肉体 肉体呢 住在里边 然后呢 就会借着肉体 在我们的生命中发挥影响 发挥坏的作用 那在这样的肉体中呢 保罗说没有良善 当然没有良善 里边全是坏东西 因为良善呢 是神的属性 是神所赐的这个 律法的本质 那肉体的肉体中所有的呢 正好与此相反 不是良善的 不是圣洁的 不是公义的 而是邪恶的 而是败坏的 肉体里边是这种东西 所以保罗说 在我肉体里没有良善 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 有的我 只是行出来 有不得我 那这句话可以理解做什么呢 那行善的愿望 我有没有呢 我是有的 立志为善 有的我 行善的愿望 我是有的 但我却没有能力 把它行出来 把它行出来 实际上 这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 都是这样 刚才我举的例子 大家都已经了解了 到年初的时候 很多人的立志 我今年要把圣经读一遍 这个立志还是很好的 但是呢 由于它里边肉体中 有很多那种 属灵的懒惰 有很多对世界的追求 就像我刚才说的 要爱惜光阴 这世代邪恶 但是呢 它不爱惜光阴 把大量的光阴 浪费在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的事情上 浪费在吃喝玩乐的事情 浪费在消费这个物质世界的事情上 所以呢 它虽然立志了 但是行不出 行出来由不得它 因为它已经又被 那个肉体中的 那样的一些私欲所影响 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情 所以立志为善 有的我 我可以立志 那行善的愿望 我是有的 但我没有能力行出来 由得 由得这个字呢 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东西我可以做 我可以做 我自己可以做 但是呢 能不能做出来 我完全没有这个能力 立志为善和行出善来 那这两个字呢 在原文中都带着这个定罐词 他都是这个不定词 都是当名词用的 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 然后呢 第十九节说 故此 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倒去做 那这一节呢 又是对十五节下半节内容的一个重述 我所愿意的 我并不做 我所恨恶的 我倒去做 这是大家都比较容易了解的了 我所愿意的 我立志为善 因为我知道哪些东西是好的 哪些东西是合乎这个神律法和诫命的 那个良善本质的事情 我所愿意的 但是呢 我并不做 因为那个罪啊 住在我里边 对我产生挟制 对我产生影响 以至于我所恨恶的 我知道这是违反神律法和诫命的东西 我反而去做了 那第二十节告诉我们说 若我去做 所不愿意做的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这又是又一次重复了 这个十六十七节的内容啊 十六节说到 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 我就应成律法是善的 十七节说 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这是对那个重复 刚才我都讲了啊 不需要再讲 那现在看第二点啊 这个发现肢体中另有一个律 我发现肢体中另有一个律 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啊 我觉得有个律 那这个律是很很诡异的一个律啊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 到二十一二十四节呢 这个就是在为十四到二十节 来做结论的一个段落了啊 那这一节开头呢 有一个连接词是 所以结果是 讲了前面的内容之后呢 现在保罗说 所以或者结果是 结果是什么呢 这个这个词表明啊 依照前边的讨论 现在应该到了 讨论的这个逻辑终点 就是差不多要做结论了啊 要有一个结论了 那这个结论是什么呢 保罗说我发现有个律 中文赫赫本呢 说我觉得有个律是吧 那这个觉得这个议法呢 不是一个太好的议法啊 保罗的原文在原文中用的是 我发现有个律 最好是把这个 我觉得异作我发现 那这里的文中的那个我呢 在经历了许多的冲突与挣扎之后 他对这个信仰过程中的 这个矛盾现象啊 有了一个歧视性的洞察 人自己是看不出来的啊 所以呢 我说这个所有的第七章的这些内容啊 都是一个被歧视之光所照亮的 一个基督徒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来看自己过去 这个成生道路上 这个属灵生命过程中的 这个挣扎 这个冲突啊 所以他是有歧视的光亮 亮光在这儿啊 所以呢 他有一个歧视性的洞察啊 这个我发现呢 注意啊 虽然他 我发现嘛 就好像带上一点主观色彩了 但是呢 也不能这个认为这是纯主观的东西 因为他是没有圣灵的光照 人是看不清楚这些东西的 你要注意这个 所以他虽然说我发现 但是呢 他不是纯主观的东西 他是有这个客观这个内容在里边 客观真理在里边 然而我发现的这个律 是什么律呢 那这个解经家呀 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呢 就认为还是摩西的律法 摩西的律法 第二点呢 就是有别于摩西律法的另一种律 或者是一种定律或规则 那保罗在这里说 我发现发现了一个什么样的规则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定律呢 如果放下放在上下文里看啊 第二种说法呢 比第一种说法 就是比把它看作是摩西律法 这个更有说服力 我们在这里呢 就采纳第二种说法啊 那这个律的 不是摩西的律法 而是一个一个定律 一个原则啊 这个律是什么呢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 听起来很 好像是很 很有张力的一种说法啊 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 这句话可以译作啊 有恶与我 就是与立志行善的我同在 当我立志行善的时候 反而有恶与我同在 甚至可以理解作啊 我私善之时 当我想到要行善的时候 便要作恶 便想作恶 或者是我行善之时 便再作恶 这几种理解都是可以的啊 那你就注意到这个律啊 真是非常的诡异啊 我发现有这么一个律啊 这样的一个定律 我想做 我想行善的时候 恶就与我同在 我思想善的时候 恶便进入到 我的思想观念里边来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有时候甚至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 那在神面前 清心突一祷告的时候 就有一些不圣洁的观念 进入到我们的里面 当我们想追求良善的时候 反而有一些 想作恶的念头 在我们里面 这就是保罗在说的这个 这个这样的一个律啊 这样的一个律 非常的诡异啊 非常的诡异 那这里的恶啊 是一个带定观词的恶 他特指什么呢 他特指是违背神律法的恶行 那行善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要活出律法 圣洁公义良善的本质 这个地方不是指守摩西 律法的规条 而是要活出这个律法 圣洁公义良善的本质来 那对于一个没有借着基督的身体 在罪上死的人 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并没有经历 这个与基督同死同活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生命模型 我们讲第六章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啊 如果没有那个基础的话啊 那我们会常常的落在这样的一个律的 这个受制于这样的一个诡异的律 就是说当我死得越彻底 活得越真实 与基督同死死得越彻底 与基督同活活得越真实 我们确确实实是像罪子 像神活 确确实实是一个顺命的奴仆 这都是第六章我一直在讲的内容啊 那么这个律也就挟制不了我 不可能再出现 当我行善的时候就由恶来去又去来影响我 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当我思想善的时候 就由恶的观念进入到我里边 都不会出现这个状况 因为我对像罪死已经死得很彻底 像生活已经活得很真实 所以呢要和第六章的内容 要连接来去思想啊 如果你是一个还没有借着基督的身体 在罪上死的人 那么那这个诡异的律呀 在我们的身上有时候就很真实了 对于这一点啊 22节说 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 对于这个地方 口号里边 我里边的人啊 我里边的人 我是喜欢神的律 这一节开头这个因为啊 他要表明什么呢 表明22节和23节都是用来支持21节所提出的有个律的那个真实性 那个律22节23节就是要支持21节提出的那样的一个 我发现有一个律 他就要支持那个说法的真实性 按照我里面的人 那这个地方你要注意啊 最住在我里边 下面又说到按照我里面的人 我我里边有一个叫做肉体的东西 但是我里边还有一个我里面的人 那里边的人的表明在我里面呢 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呢 还有一个与肉体 就是18节所说的那个肉体 完全不同的一个存在 和肉体中没有良善的情况正好相反 那这个里面的人呢 他的灵性特征是什么呢 他的灵性特征是喜欢神的律 我是喜欢神的律 可以意思说 我就欣然赞同神的律 意思与16节中说 我就硬成律法是善的 是相同的啊 注意这个对比啊 我里边还有一个人 那这个是 是这个喜欢神的律的 一个里边的人 和那个肉体 是正好相反的 那个肉体中没有良善 注意啊 但是我里边的这个人呢 他里边是有良善的 他喜欢神的律 23节说啊 但我觉得 注意这个觉得呢 也是要一做这个 我发现或者是我看见比较好啊 因为他的原文是看见 这个布莱普这个字的意思 是我看见 用看见 我看见肢体中另有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掳去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 那这个是重提21节 我发现有个律啊 但此处强调的这个律呢 是在我肢体中的另一个律 我心中有一个律 但是呢 在我的肉体中 肢体中呢 另有一个律 还有一个律 两个律 这就是两律交战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另一个律强调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要用另一个律呢 不是在肢体中 有一个律 还另有一个律 注意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在我里边 除了我里边的人 里边有一个律之外 还有另一个律 我里边那个人喜欢的是神的律 但是呢 我肢体中还有一个律 另有一个律 他和喜欢神的律的 那个 我里边的那个人呢 所喜欢的内容啊 他是冲突的啊 也就是说 另一个律 和神的律之间 他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所以他用另一个啊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此处的我觉得呀 这个Black Pole这个字啊 和21节的那个我觉得 也是我觉得 那个地方 我刚才也说 最好一座我发现啊 都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 我有了对自己属灵状况的 那个真实的认识 不是一种感觉 不是觉得 觉得呢 是讲感觉啊 而是一种发现 一种看见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和21节的那个 我觉得它是不同的字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应该一座我看见 刚才我已经说了 觉得是有一种主观上的不确定性 这是我的感觉 事实上不是这个意思啊 原文中也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我觉得如何 因为这个主观感觉不确定啊 你会今天感觉是这样 明天感觉又是另外一种状况 但是我发现 我看见就不一样了 在圣灵的光照之下 你发现 你看见 那就是一种属灵的洞见 不是我这个肉眼可以看得见的 而是一种属灵的洞见 注意这一点啊 要注意这些经文中啊 这个肢体啊 和肉体 它是同一类的东西 肢体呢 就是把肉体中的那个罪性 变成恶行的一些工具 实际上它是同一类的东西 那我的心和我里面的人 我心里是喜欢神的律 我里面的人是喜欢神的律 这又是两个概念 相同的概念 和那个肢体和肉体 它是这个相对的观念啊 但是呢 我的心和里面的人 就可以互换 你可以用我里面的人 你也可以用我的心 这两个观念呢 它是对等可以互换的 这个肢体和肉体呢 也是对等可以互换的啊 只是这个具体的功用 有一点点不同 刚才我讲的 那这个地方说到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我看见肢体中另有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那这个下边呢 我要讲的就是 还有两个分词 这个分词呢 用来形容什么呢 用来形容我肢体中的 另一个律 告诉读者呢 这个律和我心中的律 来交战 就是所谓心中的律呢 就是我里面的人 所喜欢的那个神的律 这个肢体中另外有一个律 和我所喜欢的那个神的律呀 在我里面一直处在一种 持续的战争状态 战争状态 为什么呢 因为交战这个字啊 交战这个字 它是一个现在式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希腊文理的现在式啊 都有一种持续的 现在竟在进行 但是会持续的状态 所以交战呢 这个东西提醒我们这些基督徒啊 我们的成生道路不容易 我们的成生道路上呢 有两律在交战 一种是呢 就是肉体中 肢体中的另一个律 一个呢 就是我里面的人 所喜欢的神的律 圣经里面所有 能够对我的生命有益处的 那些命令啊 诫命啊 也就是这些律 这都是我所喜欢的 神让我追求圣洁 神让我用这个尊贵 保守着自己的身体 神让我能够彼此相爱 让我能顺服神 让我能够在这个世界上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这个有好心为荣耀神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神的律 这些都是我里面的那个人 都是我心中的律 都是我心中所喜欢的 但是呢 我肢体中另有一个律 和这个律交战 所以我的成生道路才这么艰难 才这么艰难 那保罗说要进入神的国 必经过许多的艰难 其中也包括了这种成生道路上 两律交战给我带来的这种艰难 所以我们的成生道路不容易 这些自律 但是呢 不要担心 那不是我能够克服 我们自己能克服 这个肢体中的律 最后会告诉我们 如何来克服 特别是讲到第八章的时候 第八章的时候 你在这里就要注意 这个状况就好了 两律交战 而且是处于持续交战的状态 这个交战的意思就是 这是一个战争术语啊 以武力在征竞 在征竞 你这个现在看到这个 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种战争呢 现在中东战火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这个战争 这就叫 你 看见这些东西 你就明白交战是什么意思了 以武力竞争 这个竞争 竞争 然后呢 说到 另外一个情况啊 进一步说把我掳去 把我掳去 就是这两律交战的时候啊 那个肢体中另外的那个律呀 就把我掳去 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状况啊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对于这个情况啊 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的时候 持续的交战中 好像看见 这个神的律好像是没有胜过这个肢体中犯罪的律 以至于把我掳去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那这个地方啊 又又把第二个分词 前面有一个分词就是说 就是这个分词呢 就是说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这个字啊 我我已经发现这个状况了 两律交战这个状况 然后呢 下边又有一个状况 也是我发现的内容啊 也是我看到的内容 就是我被掳去了 把我掳去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要进一步来形容另一个律 意思就是这个律啊 这另一个律啊 不但与我心中的律交战 而且呢 在交战中呢 我成了他的律 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状况啊 很可悲的状况 那这个状况实际上呢 就是说 我们心中的律 和肢体中犯罪的律 在交战的时候 那我们自己啊 实际上在两律交战中 我们自己也是一个 很关键性的人物啊 如果那个时候 你顺服我们心中的 那个神的律了 那你在交战中呢 你就可以成为这个 战胜的一方 如果你那个时候 选择顺服犯罪的律了 你就成了这个 俘虏就被掳去了 在好多的情况下啊 弟兄姊妹 你注意到啊 神实际上 把我们自己的责任呢 强调的很清楚 把我们把一些选择权 实际上是交在我们的手中啊 在我们的具体生活中啊 两律交战 你自己是很清楚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是顺服心中的律 顺服神的律 你还是顺服肢体中犯罪的律呢 如果你顺服神的律 你就得胜 如果你顺服肢体中犯罪的律 你就被掳去了 所以呢 那第六章讲 做顺命的奴仆 做顺命的奴仆 那个 神已经把顺服的榜样 摆在我们的眼前 基督就是那顺服的榜样 如果我们顺服基督 我们愿意顺服在他的主权之下 叫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 我们顺服他 我们就一定不会落入 这个另一个律的挟持之中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掳去啊 用的也是一个现在式的一个 一个主动态的分词啊 这个掳去 就是 使成为俘虏 就是征服某人和某物 夺取某人的心 就是这个掳去的意思啊 这另一个律 在于我心中律交战中的 俘虏了我 教我做他的奴仆 就是这句话 就是一个意思啊 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呢 就是另一个律 我既然做了罪的律的俘虏 那我的光景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现在有些弟兄姊妹啊 不管你是在听课的 或者是你接触到的弟兄姊妹 如果是这种光景呢 我劝弟兄姊妹赶快 回到神的面前悔改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一直做罪的奴仆的话 就像这个现在式的这个 这个所表明的 一直被他掳去 那你想一想 这个持续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状况 该多可悲多可怕吧 一直是罪的俘虏 一直在罪的权势之下 那证明了一点呢 什么呢 如果你持续的被掳 持续的在这个罪的权势之下 你就是 一种没有基督生命 在你里边的状况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如果是一个有基督生命 在他里边的人 那他就不可能 这么顺服的成为罪的奴仆 不可能被另外一个犯罪的律所掳去 而且一直处在被掳的状况 连这个 这个以色列人 这个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 神还给他们一个 这个界限就是七十年为满 七十年之后呢 必回归 但是如果你要是 意识不到这一点 一直愿意在这个被掳的状况里面 做他的俘虏 做一个做他的东徒 你想一想 那种持续下去的光景 是多么可悲啊 所以呢要去 我讲这些经文呢 不是单单讲这些道理而已啊 我总是盼望着弟兄姊妹能够把这些真理啊 能够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和生命中 看看我们现在是不是一种在两 两律交战中 已经是做了这种 肢体中犯罪的律的 那个奴夫了 已经被掳去了 如果你现在被掳去了 我今天讲的这个道理 就是提醒你知道 我现在是一个被掳的状态 我向神发出呼求 向圣灵发出呼求 就我脱离这样的一个 一个犯罪的状况里面 使我能够 不再生活的最终 不再享受最终之乐 我愿意悔改归向主 这些经文呢 提醒我们要做这样的一种 属灵的行动啊 那这另一个律的存在表明什么呢 你注意它是一个很真实的状况 在我 也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的信仰生命生活中啊 这个恶与善呢 它是如影随形的呀 当你说我要行善的时候 那个恶就开始影响你了 因为那个住在我里边的那个罪呀 它是 它不是死的 它是活的 它是看着你的行动而行动的 当你思想做善事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 当你想善的事情 恶的观念就会进来影响你 当你追求善的时候 那个恶的东西呢 就会跟着你 就会沾着你 如影随形啊 你看 这个地方保罗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 我呀 也就是圣经说的这个我 就是我一个群体的代表啊 成了一个善恶交战的战场了 在我里边交战 我是一个战场 我呢就成了二律争夺的对象了 我愿意为善之时 恶的势力就试图瓦解我的为善之意 你为什么要行善呢 行善那么给你带来什么好的结果呢 你就做那个吧 你为什么要追求圣洁呢 追求圣洁容易吗 你就这个与世界同流合污 你不是生活得更舒服一些 更更省心一些吗 你为什么要去服饰呢 你花一点时间去度假呀 去吃喝玩乐 你不是更让你的肉体 更享受一些吗 好 当你要行善的时候 恶就恶的势力就试图瓦解 你的为善之意呀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要屈服于恶的权势 你心里边又不甘心呢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心里边是喜欢神的律 所以你就在这个交战的状况下 那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 那既然有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 那我们就要回到基督的掌权之下 回到圣灵的工作之中 这是后边我们要看见的内容 就是要靠着基督第三点脱离犯罪的律 24 25节 所以24节说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娶死的身体 注意啊 在经过前面所描述的生命与灵性的 这样的一个深刻而持久的 这种冲突与挣扎之后 这个我呢 就发出了这样的呼喊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娶死的身体呢 那这个字呢 这个 这个我真是苦这个字呢 这几个重要的英文译本呢 都把它译做什么呢 我是一个何等糟糕的人呢 我是一个何等糟糕的人呢 what a rich man that I am 谁能救我脱离这娶死的身体 我是一个何等糟糕的人 我是一个何等无助的人 何等悲惨的人呢 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我真可悲啊 我真可悲啊 我真是苦啊 这一做就是我真是一个悲惨的人 我真是可悲啊 我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 怎么办呢 就是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在说 我没有办法 我无力救自己脱离这样的光景 就好像一个落在这个昭泽地里的人 越挣扎陷得越深 下面就说 谁能救我脱离这娶死的身体 这个娶死的身体 就是这死的身体啊 死的身体 显然指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肢体啊 也就是十八节所说的那个肉体 这个东西呢 对我产生着持续的影响 以前我是在他的泉下 基督把我救出来 可是呢 这个东西还住在我里边 对我产生影响 谁能 这个东西最后是导致死亡的 谁能救我脱离这死的身体 那个肢体中犯罪的率 和肉体中没有良善的状况呢 都必定导致死亡 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所以呢 你活在肉体中的人 几乎可以说是活在死亡中的人 所以保罗在这里 也就是这个我啊 清楚的看见意识到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他就发出了这样的呼求 谁能救我 注意这句话啊 我们的和和文把他意义做 谁能救我 但是这个地方啊 不是这句话的关键 注意啊 这句话原意是 谁将救我脱离这去死的身体 不是谁能救我 原文中没有能 因为这个我现在关注的不是谁能救我 而是说强调的是谁救我 谁将救我 你注意他关注的不是一种能力 他关注的是一个人 一个有位格的人 注意这个地方啊 这是这个我现在所关注的重点 不是谁能救 如果人不对的话 他就是有能力也救不了我 这个人只要对了的话 他就一定能救我 这是这个地方强调的重点啊 不是谁能救 而是谁将救我 那救我的能力呢 取决于救我者的身份和位格 换一个 换一个位格 换一个人 换一个对象 他就不能救我 他救不了我 一个对的谁 才能够使我脱离痛苦的深渊 注意一个对的谁啊 这个人一定是对的 所以他这里强调的是谁 那这就跟主耶稣问门徒 你们说我是谁 我们的信仰也是 注意弟兄姊妹啊 我们的信仰 不是我们信仰了一套什么体系 我们不是信仰什么 你不要问人 你信的是什么 你不要问是什么 你问你信的是谁 所以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所以保罗呢 在给提摩泰写的这个书信中 提摩泰后书 一章十二节 他说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谁 他没有说我信的是什么 他信的是一个有位格的 活生生的 这个又真又活的神 就是神的儿子 道成肉身 在世上为我们赎罪 在十字架上留宝血 赎我的罪 因信称我为义 将我从死亡的权势下 罪的权势下 撒旦的权势下 带进他这个光明的国度里边 是这样的一位主 这就是那个谁 如果你信对了 他是有能力把我们救出来的 如果你信错了 你信的是任何其他的东西 而不是这位能够救我们 脱离最于死亡的基督 那你信的那个谁 是不能够救你的 所以这个地方强调的是谁 所以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我希望这个东西能够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我知道这个时候 我在罪的这个挟制之下 我在这种无助的这种状况里边 我需要的是谁 我不是在说谁能 我需要的是谁 我需要的是那位能救我脱离罪 而且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留学舍命 已经把我从最终释放出来的主 我需要的是他 需要的是他 注意这一点 这是我们信仰中很重要的内容 有的解经家认为 说二十四节是一个绝望的呼求 那这个我是不同意的 我不同意 那个解经家 这个Granfield也认为 他说二十四节是一个深邃的剧烈的痛楚 但绝对不是绝望的呼求 而谁将救我 则表达了说话之人呢 对于他知道必定要来临的事的 这个热切渴望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实际上 他这个呼求不是绝望的 而是里边包含了一种 这个 因为他问的是谁将救我 谁将救我 所以他里边有着热切的渴望 对那个谁 他是有着一种热切的渴望 这是Granfield的意思 这个解释我是同意的 那的确 这绝对不是绝望的呼求 为什么呢 因为接下来的答案 接下来的答案 反而让我们能够感觉到 我对谁将救我这个问题 他实际上是蛮有把握的 蛮有把握的 第二十五节说 感谢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他对这个谁啊实际上是很清楚的 蛮有把握 前面虽然他的呼求啊 他是确实他说 我真是苦啊 我真是一个悲惨的人啊 因为他是描述 他前面那个挣扎的状况 好像在赵泽地里边越陷越深 他没有能力 自己没有办法脱离那个光景 然后他就为谁将救我 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实际上他当为谁将救我的时候 他对这个答案是蛮有把握的 所以二十五节 他马上就说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弟兄姊妹如果 不管你是传道人也好 你是平信徒也好 你是教会的领袖也好 你是一般的弟兄姊妹也好 如果你现在正在陷在这中 我真是苦啊 谁将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我真是一个可悲的人啊 我这个状况真是可悲啊 可怜啊 我没有办法摆脱这个 这个罪的禅类啊 这个时候我盼望 你能够像这个地方 这个我一样有信心 你是知道谁将救我 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能够把我们从这个状况中救出来 那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这样看来 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 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那这个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可以说是整个第七章的答案 第七章的答案 所以呢 特别是24节问题的答案 谁 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只要借着基督 那你不要忘了前边的经文啊 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够救我呢 因为他已经有了前边很多的那些古典了 他已经叫我们能够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叫我们能够与他同死同活 他不是为我们预备脱离罪的方法 脱离罪的方法都已经预备好了 现在提醒我们 就是说我们回到主耶稣基督那里 用他为我们预备好的那些成圣的方法 与他同死同活 向罪死向神火 做顺命的奴仆 做义的奴仆 结成这个永生的果子 用着所有的这些方法 然后呢 我们就能脱离 我们就能脱离 主耶稣也不过是用这些方法 叫我们脱离这个罪的瑕疵 脱离另一个律给我们带来的瑕疵 主也是用这种方法 你要说 那我就整天喊叫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我自己没有去进行那个属灵的操练 没有进入到那个生命模型里边 叫圣灵借着主自己已经做成的工作 来成就我的成圣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状况的话 那你还是没有办法 所以呢 只要借着基督的身体 在律法上死 这个罪肉体 肢体中犯罪的律 这一切都不可能 都不能够再奴役我 你要注意 要确信这些东西 要确信神给我们所提供的 这个生命模型 和这个生命模型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属灵影响 和属灵果效 这个是要靠信心去领受的 要靠信心领受 那下边说 这样看来 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 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注意啊 在上半节的那个高潮之后的 这句话呢 好多解经家都觉得很费解 所以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 已经说 这个感谢主靠着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为什么又说 这样看来 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 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 那我这一次呢 我不讲解这半句话 我把它放在下一刻再讲 下一刻再讲 因为和下一节在讲的时候呢 你就能感觉到第七章和第八章之间的关系 你能感觉到 我放到下一刻再讲 现在呢 有一些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罪在罪的律和神的律交战中 似乎是罪的律得胜了 问题在哪里 然后呢 我背炉就是罪的律获胜的标志 注意 我们如何得胜 这些东西 刚才我在这个过程中讲过了 你去思考 根据历史 为善由得我 心出来却由不得我 所描述的这种冲突与挣扎 来检查 对照自己生命中 可能有过的软弱与失败 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软弱和失败 你来对照 那下边呢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要回答一些问题 这有一个问题问呢 就是我在一个山区侍奉 侍奉了一些年 教会不供应 面对生活的艰难 都是吃父母的 给父母带来很大的负担 父母也是农民 加上孩子更是艰难 教会里的长辈 劝勉要是离开了侍奉去生活 就得出大事 所以现在又艰难 不知道该怎么符合圣经 真理的角度去处理这些问题 那这是一个实际状况 如果一间教会 没有能力去养活一个传道人的话 这是教会的一个羞耻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主的命令是 我们传福音的人 要以福音养生 如果你不能够使他 靠福音养生的话 你又说一些属灵的话 来去给他制造 这个生活和身份的艰难 这是不应该的 不应该的 所以这种情况 我想教会要悔改 如果教会的弟兄姊妹 都能活下去 为什么传道人活不下去 要去思想这个问题 教会要悔改 因为主的命令就是 传福音的人 要靠福音养生 如果福音不能 这个教会不能让他活下去的话 教会本身要悔改 不要让传道人活下去 弟兄姊妹也是有责任 要让传道人活下去 如果整个教会的弟兄们 都活不下去 那是另外一码事 那这就是一个 很特殊的状况 那这个地方 道理的模范 不是讲耶稣基督 虽然和耶稣基督有关 道理的模范 我们前面说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模型 我们前面讲 一个生命模型 就是与基督同死同活 就是向罪似 向生活 做顺命的龙主 这样的一个模型 道理的模型 就是不是指着基督 当然 每一个方面 都和基督都有关系 然后呢 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问的 就很有 那个有问题 问题本身就是问题 耶和华造人的时候 对亚当鼻子吹气 使他成了有灵的活人 那神给亚当 是什么灵 是什么灵呢 当然是一个生命的灵 能够带来生命的灵 有灵的活人嘛 是圣灵还是别的灵 当然是和圣灵的工作有关的 应该不是别的灵 是别的灵 那就不是上帝的创造了 那就是魔鬼的创造 所以 然后呢 这个罗马书五章十四节 死就做了王怎么解释 那死就做了王的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 我一直说 保罗是用一个 这个泥人化的一种描述 这个死呢 就好像在一个王国里边 他做了君王 在一个什么王国里边呢 在一个死的王国里边 我们所有的人都因为犯罪 落入这个死亡的 这个死亡王国的这种 这个死 死担任国王的这种权势之下了 就这个意思啊 死 好像是一个人 一个东西 结果呢 他就做了一个国家国的君王了 那个这个王国是什么王国 就死亡王国 我们所有的人呢 都在他的权下 他就是我们的君王 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这个又一个人提出来 这个他这个提问题的时候 连这个神的话语都没有 这个引清楚啊 他说的这个是 这个 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 莫想我来要废掉 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律法和先知 就是旧约的全部内容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你知道主耶稣 自己很清楚的 在路加福音里面告诉门徒说 凡指着他的 都向他们讲明了 也就是说 旧约的律法和先知 都是指着耶稣说的 都是在预言或者预表主耶稣的 主耶稣来 当然不会废除这些预言和预表 他的律法和先知 而是要成全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就是最后的成全了 律法先知所指着他说的内容 你看看这个路加福音 第24章讲字用就完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在天地都废去了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 一话也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律法是神 来自于神的律法 律法是有目的 律法是有指向的 律法是见证主耶稣基督的 所以呢 天地废去 律法的一点 一话也不能废去 因为这个东西呢 最终都要被成全 都是在主耶稣基督 再来之后被成全 那一点一话呢 就是像这个 这个希伯来文 这个优的这些字啊 都是很小的一点一话 就是说 律法中的任何一点东西 意思就是 这个是夸张式的说法 任何一点都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因为神既然是律法的这个颁布者 神的美意 是要让律法成全 不是要律法被废弃啊 好 那这个问题呢 就是根据圣经 好像不能离婚 离婚后不可再婚 那圣经并没有这么笼统的说啊 现实律 法律是可以离婚 离婚可以再婚 问题 他的问题是 基督徒被动离婚 或者信主前离婚 可以再婚吗 我一会儿有 有几个原则跟大家讲啊 有的弟兄姊妹 离婚后再婚 有很美好的生活 生活很美好的 这不在乎你生活 美好不美好啊 离婚和再婚 它是有原则 关键是 你有没有遵行圣经的原则啊 你不遵行圣经的原则啊 你不遵行圣经的原则 你的那个美好 并不是真正 和神心意的美好 你要注意这些啊 目前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基督徒被动离婚 后可以再婚 或者更进一步自由化 基督徒可以离婚 离婚后可以再婚 你就 你这个自由化 实际上就是说 我可不可以 突破圣经的原则 然后呢 进入一种随便的婚姻里边去 那这是完全不可以的啊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问题呢 是要否定掉的啊 那下边呢 我要讲一讲这个 圣经里边 关于这个婚姻的一些内容啊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不能全讲 因为这个内容太丰富 太多 讲要讲 一堂课也讲不完 首先呢 有婚姻的性质啊 婚姻的性质是什么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婚姻的婚姻 是一男一女之间的 婚姻关系 不得随意破坏 谁也不能破坏 因为在圣经中说 马拉基书二章十四节 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年幼的 妻所取的妻中间 做见证 神做见证 他虽是你的配偶 又是你 盟约的妻 与你建立了 盟约关系的妻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所以耶稣说 起初 创造的时候 神造男 神造人是造男造女 注意啊 这个婚姻和上帝的 创造秩序都是有关系的 如果你破坏盟约关系 实际上更深远的说 你是破坏了上帝的 创造秩序啊 因此呢 下边说 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两人 乃是一体 在盟约关系中成为一体 所以呢 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这是婚姻的 性质 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 虽然保罗讲这个 和讲这个和婚姻有关的东西 是为了带出 四节以后的那个真理 但是呢 这个地方多多少少 也有一些关于婚姻的这个原则在里面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 丈夫还活着 就被律法约束 丈夫若死了 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所以丈夫活着 她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 丈夫若死了 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 所以呢 这个死亡啊 就终止了这个盟约关系了 丈夫 这是格林多前书四章七章的内容啊 丈夫活着的时候 妻子是被约束的 丈夫若死了 妻子就可以自由 随意再嫁 但是注意啊 只是要嫁 这在主里面的人 她还是有一些附带的条件啊 丈夫死了 妻子可以再嫁了 但是呢 要嫁在主里的人 因为她是有共同信仰的人啊 然而按我的意见 若长守长更有夫妻 如果你决定不嫁 愿意继续单身了 虽然丈夫死了 盟约关系解除了 但是呢 你还愿意活在一种 这个守洁的状况中 保罗说那也是有夫妻的啊 这都是一些原则啊 然后呢 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淫乱会破坏 这个盟约关系啊 夫妻任何一方 如果犯奸淫罪 意味着他们的盟约关系 遭到了破坏 这种情况呢 可以解除婚约 当然 犯罪的一方 如果愿意悔改 而另一方的愿意 饶恕和接纳 仍然可以维持婚约 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啊 只是我告诉你们 反修妻的 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就是叫她做淫妇了 人若取之被修的妇人 也是反奸淫了 如果为了淫乱的缘故 修妻 或者是为了淫乱的缘故 妻子和丈夫离婚 这都是允许的 都是允许的 那是不是你一定要这样做 你要在神面前祷告 经过辅导之后 如果你愿意饶恕对方 继续维持这个盟约关系 使盟约关系 靠着主的怜悯 靠着主的恩典 再一次被坚固起来 那也是好事啊 那第三点呢 就是信仰上的理由 那这也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啊 不信主的配偶 执意离开 可以让他离开 这是在这个 格林多签书也是七章啊 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 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 他就不要离弃妻子 妻子有不信的丈夫 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 他就不要离弃丈夫 如果对方不信 但是愿意和你继续维持 这种婚姻关系 你就不能够选择离婚 因为不信的丈夫 就因妻子成了圣洁 并且不信的妻子 也因丈夫成了圣洁 这成为圣洁 不是说他们就这个 就因信称义了 不是啊 就是说你的生活 会影响到你的丈夫 你的圣洁生活 会影响到你的丈夫 你的圣洁生活 会影响到你的妻子 就是这成了 你的丈夫和妻子 最后悔改归主的 一种环境和可能性 这个不然你的儿女 就不接近 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 倘若那不信的人 下本说的这个原则就是 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 就由他离去吧 不信他要离开 你有没有共同的价值观 没有共同的世界观 没有共同的人生观 你们在生活中 到处都是冲突 那他要选择离去 就让他离去 无论是弟兄是姐妹 遇到这样的事情 都不必拘束 这都是圣经的原则 那第四点呢 就是在上书的原则之外 反离起配偶再婚的 就是犯奸淫罪 如果没有前边那些原因 你离起配偶了 而且再婚了 就是犯奸淫罪 所以耶稣是对他们说 凡修妻另娶的 就是犯奸淫 辜负他的妻子 妻子若离起丈夫另嫁 也是犯奸淫了 这是圣经里边的 一些基本原则 当然这个要讲起来 有很多的内容 我们今天呢 就只能简单的讲这几样 下面还说到 在婚在这个信主之前 一个人这个或者和他的妻子离婚了 这种情况 那这种情况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 他是信主之前 虽然离婚也是犯罪 但是他在信主之前 是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做的 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 如果你的妻子 就是你的前妻或者前夫 还是独身的话 那教会的牧者和弟兄姊妹 应该为他祷告 为这个已经信主的弟兄或者姊妹祷告 求神帮助他们 能够恢复他们原来的婚姻关系 恢复 但是如果他的妻子或者丈夫 在他不信主之前已经离婚 而且已经另娶或者另嫁了 这个时候呢 那这个婚姻关系 他原来的婚姻关系也已经解除了 也已经解除了 那他就可以再去结婚呢 或者是在主内 找主内的姊妹 主内的弟兄再去结婚 这应该是可以的了 这应该是可以的了 这是一些基本的原则 信主前后情况是不一样的 好了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谢谢你把今天的真理摆在我们的眼前 叫我们知道 有良力在我们的生命中交战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 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罪恶 魔鬼撒旦和我们肉体的全吃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眼目 常常的放在宝座上的腹 和坐在腹右边的主身上 把我们的眼目放在宝座前的七灵身上 叫我们不是靠自己 乃是靠着主 靠着那十字架上得胜的主 靠着圣灵的引导 来进入到我们的得胜里面 感谢赞美主 荣耀归于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祈祷 阿们 阿们 阿们